民进党当局所派代表唐凤 日前在美国举办的所谓民主峰会上 兜售台湾的所谓民主成绩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在今天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连续识问质问所谓的台湾民主 称民进党当局是假民主 真谋独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要反问民进党当局 出于一党之私 在岛内打压一击 操弄族群对立 风化台湾社会 这算什么民主 在选举时 花言巧语 开空头支票 选完之后就将对岛内民众的承诺 付出脑后 这算什么民主 大搞 权钱交易 黑金政治 收取非法现金 进行非法官说 谋求个人和政党私利 这算什么民主 钳制舆论 制造寒蟬效应 不够重弄 关闭中天电视台 这算什么民主 滥用行政和司法资源 大搞绿色恐怖 打压主张两岸交流 和支持统一的政党团体和人士 剥夺台湾民众 开展两岸交流合作的正当权益 这算什么民主 马小光还质疑 民进党当局为勾结 贴靠境外访华势力谋独 不惜损害台湾同胞利益 甚至以岛内民众健康福祉为代价 尽台湾之物力 结外国之欢心 这算什么民主 民进党当局不顾台湾企业利益 和台湾经济前途 不惜在产业链 供应链问题上 向外部访华势力输成 损害企业利益 这算什么民主 像格培尔一样 把谎言当真理 不断散布攻击抹黑大陆的假消息 操弄民粹 自编自导 认知战闹剧 煽动两岸对抗对立 这叫什么民主 轩然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拿着百姓的血汗钱 向外国主子求狗军火 不惜将台湾民众 绑上台独战车 推向灾难 这算什么民主 明立案例 插手香港事务 无所不用其极 都从所谓远广计划 摆出民主卫视的架势 连岛内媒体都称 民进党当局是在吃 是在吃香港的人选馒头 来换选票 这算什么民主 发言人指出 民进党派人参会 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再次暴露了 其假民主真谋毒的本质 不过是给美国拼凑的 所谓民主峰会 拼添了几分笑料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